主要你主要你 举办多年的基隆市跨年晚会今年将取消 在两个多月 民国112年也就是西元2023年即将过去 迎接民国113年西元2024年的到来 不过市长谢国良在双十节廉价前 欢迎PLG直然到基隆来进行热声赛时宣布 基隆今年不办跨年晚会 而是将在12月23号在市立体育馆 改办室内的圣诞晚会来庆祝 我们也会请体育馆厂长在这里 我们也会分年分阶段把我们的场馆 越来的越去把设备座椅环境等等能够改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有待改进的地方还蛮多的 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再来努力再来调整 那另外我也跟大家宣布就是说就在这个场地 我们的今年的这个圣诞的晚会 其实在12月23号也会在这个场地来举办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年中晚会 因为有时候是跨年 但我们这次是用圣诞节来举办 我们也是会在这个钢田打球的这个场地来举办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年参加那个跨年 就是狂风暴雨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室内好的场地就如同钢田人的比赛一样 那我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会在这个场地把它做得更好 提供给好的职业篮球队来打这边打球的更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另外我们也会把这个场馆做得更好 做各式各类的市民的市内的活动 让大家一起共同来这个多参与这类的各种的赛事 市长也强调将会持续更新体育馆内的设施设备 未来不只是体育赛事可以在这里进行 也让其他活动也可以在体育馆内举办 避免活动在室外举办受到风雨的影响和干扰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